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这个时候又来看到 中美谁才扮演大国该有的样子呢 阿富汗现在看起来 是被美国丢包了 不过呢 中国大陆积极地希望能够帮 阿富汗来进行重建 比如说阿富汗的邻国外长会议 第三次会议呢 31号一早在安徽的黄山市屯西区举行了 会议呢是由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来主持 而且呢跟巴基斯坦 伊朗还有俄罗斯等六国的外长 以及代表讨论有关 像是阿富汗人民 人道主义 还有社会经济援助等等问题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在会议开始前发表了书面致词 3月3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发表书面致词 习近平指出阿富汗饱经沧桑 百叶带星 正处在游乱极致的关键时期 阿富汗是与会各国共同的邻居和伙伴 我们是山水相连 休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汗 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期盼 也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其实大陆知名的时政类的媒体 牛谈琴还有特别说 中国大陆这两天的时候 外交真的干了一件大事 也就是围席两天 第三次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从3月30号到31号 在安徽的囤席召开 是由王毅外长来主持 并且来进行很多的代表来参加 比如说来看到有谁 像中国大陆 以及巴基斯坦伊朗 以及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这一些国家 通通都跟阿富汗很有相关 另外还有阿富汗代理外长 以及印尼的外长 还有卡达的 也就是卡达尔的外长 另外美国的阿富汗问题 特别代表也都来了 连美国也都来了 另外来看到 其实文章就提到 之所以非常的不寻常 就在于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 开创了很多的不寻常 八个不寻常 包括什么呢 这是中国大陆 第一次主办 阿富汗邻国外长的会议 以及这是怎么样 这是阿富汗 是美国仓皇离开之后 有关阿富汗问题的 最大规模的一次外长会议 而且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大陆主持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一次 面对面的外长会议 而这也是什么呢 东奥外长之后 东奥开幕式之后 中国大陆今年主持的 第一个大规模的主场外交 这也是阿富汗塔利班外长 首次访问大陆 这同样也是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的外长 也就是拉夫罗夫 其实也是首次了访问中国大陆 另外这也是俄乌冲突之后 拉夫罗夫参加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大规模 边境的外交考虑的活动 而且来看到像是 针对于阿富汗的问题上 美国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叫做中美俄plus的一个 磋商机制会议 这也是俄乌冲突之后 美俄的最高级的官员 首次公开的会议 所以可以讲说 牛攤琴就强到说 在这一次所谓的 全球疫情大背景上 能够召开这么大规模的外长会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系列的看点 看点也蛮看到 也是包括了说 全世界聚焦 不只是只有乌克兰危机 现在阿富汗危机也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欧洲国家很焦虑上 乌克兰局势一样 阿富汗的这些零鼓 这些也都是对阿富汗的危机 是忧心忡忡的 美国你甩手走了 但是阿富汗的人道危机还在扩大 甚至比乌克兰还要严重 为什么说更严重呢 因为来看到其实在去年9月8号的时候 阿富汗的塔利班成立临时政府的第二天 在巴基斯坦创议之下 首度进行了阿邻国的外长会视频会议 那其实有哪些国家参加呢 巴基斯坦大陆啦 伊朗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些的外长或副外长都有出席 在同年10月27号的时候 第二次的阿邻国的外长会 在伊朗也举行了 有包括了伊朗啦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些的外长也在这边与会 中俄双方的外长则是用视频的方式来出席 而这一次的所有领长的外国呢 的这个外长 他聚集到中国大陆举行的会议 那阿富汗的邻国呢 都是也为阿富汗这个局势 是非常担忧的 还有什么看点呢 是因为大规模的外长会 还有呢 大陆也有创新 因为呢 之前讲的这些阿富汗的邻国会呢 就是缺少了一个重要主角 也就是阿富汗的代表 而这一次呢 大陆啊 特意还增加一个阿富汗邻国 以及阿富汗外长的对话 邀请了阿富汗临时代表的会长呢 能够进行出席 另外还有印尼跟塔达的外长 也成为受邀的来宾 到底是为什么相关原因 还有什么看点呢 等等来说 其实啊 之前王毅呢 在巴基斯坦呢 还有呢 阿富汗也进行了访问 尤其是去了阿富汗 这也是呢 塔利班重新上台之后呢 大陆外长第一次去了阿富汗 而且呢 很出乎各界的预料 比如说来看到呢 美联社当时就有评价说 这是一次呢 没有提前预告的访问 南华早报有形容说 王毅这一次去喀布尔 真的是意料之外 此外来看到 美国其实也早早确认了 来看到呢 也就是 美国的阿富汗问题 特别代表 韦斯特 他这次也要来中国大陆 为什么美国也要这么积极呢 其实在阿富汗问题上 美国是被说 有着不可谢责的责任 不只是包括美国呢 发动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嘛 所以呢 阿富汗才会 因此沦为 现在这样子烂摊子 美国呢 现在是有求于阿富汗邻国 能够迫切的希望 这些国家能够出手 帮助你美国 来走出这个道德困境 而且如果美国 还有一些国际上的责任 跟道德的话呢 美国参加这个环节 上面就刚刚说的 中美俄plus 中美俄加 这又是一个创造难得的一个场合 而乌尔爆发的冲突之后 美俄的高级外交官 首次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上面会晤了 其实王毅呢 在这一次会晤当中有说 美国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还有巴基斯坦 是阿富汗问题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也是呢 阿富汗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四国的优势是互补的 形成合力 就可以办成很多大事 王毅呢 其实就是说 在这个机制下 提出了三点的希望 第一点 他说希望说能够加强协调 第二个就是呢 注重务实 特别是呢 阿富汗的海外资产的解冻 还有取消不合理制裁的问题上 所以呢 他说呼吁 美国应该要采取实际的行动 第三点呢 就是善做善成 能够保持开拓的精神 推动呢 中美俄plus的磋商机制 为阿国的和平重建 还有人民福祉 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其实牛谈请 在最后有总结说 第一个啦 中国大陆真的很确实 希望能够再真心帮助阿富汗 美国你现在是拍拍屁股走开了嘛 但是尽管呢 洪水滔天 不过阿富汗的邻国 却是承受着 阿富汗局势 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呢 中国大陆是不得不管的 所以呢 也一直在给予很多的帮助 作为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中国大陆在去年 不是刻意去开通的 空中的松子走廊 我们之前也有报道过 他安排的是什么 安排36架次的包机 进口阿富汗的松子 为阿富汗人呢 带来2000多万元美元的收入 前几天不是去了喀布尔呢 王毅就很感慨 说了一句话 正如阿富汗朋友所说的 中国大陆是唯一没有伤害过 阿富汗大国 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而且呢 自愿啊 能够呢 延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所以这次呢 大陆主持召开了这样一样的 超大规模的阿富汗会议 邀请了就是呢 他们的外长 临时外长能够来与会 真的很开心 能够帮阿富汗走向和平的稳定 第二点呢 来看到世界啊 看到的是很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这几天呢 西方新闻都只有俄乌冲突 为了帮助呢 乌克兰的难民啊 西方确实呢 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 因为乌克兰的悲剧 全世界都很关心 也很痛惜 但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乌克兰而已 很多中东国家 还有非洲国家 就很不公平的 很生气 认为说 难道乌克兰人是人 那中东人呢 中东人不是人吗 非洲人不是人吗 当他们成为难民的时候 西方有这样子大篇幅的 关心报道吗 更别提是 阿富汗过去20年的战争 因为美国军队的到来嘛 多少的阿富汗人是 倒在了血迫当中 多少的阿富汗人是 沦门难民 他们挣扎在生死的边缘呢 西方你有真正的关心过吗 牛弹琴点出了这一点 但是呢 他就讲了说 不过来看到是澳大利亚士兵 其实呢 在阿富汗是大开杀戒 杀人啊 如同游戏 杀完人还照样可以拿勋章 这就是所谓人权了吗 第三点也提到说 更让世界看到不同的 中美不同的就是 在过去20年 美国是花了好几兆的美元 死了呢 几千名的士兵 制造了几百万的难民 最后把阿富汗的政权 成功的怎么样呢 成功的由阿富汗的塔利班 变成了还是塔利班 而且呢塔利班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美国人走过之后呢 美国还用各种方式来进行了 制裁 制裁 阿富汗嘛 甚至呢 美国之前不是也宣布说 把阿富汗央行 存在美国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70亿美元的资产呢 一半创建一个账户 帮助阿富汗人民 一半是用于赔偿九一事件的受害者 但是九一事件 跟阿富汗有关系吗 要知道阿富汗人民 是美国发动战争的 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美国呢 是拦腰一刀打劫 这可以是阿富汗人的救命前 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一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肯定会强烈的要求美国 不要干这种 没有下线的事情 那中国大陆呢 其实在前几天 在王毅会面的时候 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代表 副总统巴拉达尔 很感慨说 中阿很珍惜双边的友谊 赞赏中国大陆 在阿富汗人民 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 特别就是提供了抗疫物资 还有很迫切需要的人道援助 他提了两点的要求 第一个是希望能够加强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扩大阿富汗优势的产品 对华出口 欢迎大陆企业能够到 阿国来投资 第二个是阿国愿意发挥 独特的地域的优势 更充分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成为地区互联互通的桥梁 牛谈琴说 美国是世界的破坏者 中国大陆是世界的建造者 而且是建设者 这是阿富汗人的深刻认识 恐怕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吗 第四点也是说 全世界要鼓励阿富汗 就是塔利班 能够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吧 他说坦率的来讲 塔利班当年的一些做法 尤其是对女性的态度 还有对巴米扬大佛的破坏 全世界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也无法接受 但要看到塔利班现在在改变 再次掌权之后 阿富汗的塔利班 展现了开放态度 多次的承诺说 不寻求复仇 而且保护私有的财产权 尊重女性的权益 当着王毅的面 塔利班更明确承诺 说绝对不会允许 任何恐怖分子在阿活动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机构 利用阿的领土 采取对别国的行动 更不允许任何势力 从事破坏中国的行动 那确实是有进步 但世界还希望看到 阿塔能够更多的进步 而且落实到行动当中 针对大陆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30号在安徽屯息 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会晤 这也是2月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以来 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王毅有特别说 中俄的关系受到怎么样 经得住国际风云变换 新的考验 保持正确前进的方向 展现出坚韧发展的势头 双方发展呢 双边的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 推进了各个领域合作的信心 更为牢固 中国大陆愿意跟俄国一方啊 怎么样呢 来进行一道啊 要针对的是两国元首 重要的共识为引领 推动的是新时代的中俄关系 不断的向更高水平来迈进 那拉夫洛夫也说呢 在国际形势的发展的关键时刻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战略的沟通 为推动呢 俄中关系稳步发展 以及呢促进全球多极化 发挥关键的重要作用 俄国愿意跟中国大陆一起呢 把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识 落到实处 而且持续的加强高水平的战略协作 深化的是相关各个领域的合作 同时重点来了 要在国际还有多边舞台上 积极推进多极化的进程 反对霸权主义 还有强权政治 要维护的就是联合国宗旨 以及宪章的规定 那拉夫罗夫也通报了 俄乌的谈判状况 表示说俄国致力于 像是紧张局势的降温 会继续呢跟乌克兰进行和谈 并且跟国际社会保持沟通 王毅则是提到说 国际局势进入到了一个 动荡变革的时期 见证着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大陆呢 其实一直是支持世界 要走向多极化啦 以及国际社会要体现民主化 一贯的主张要维护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的准则 一贯在国际事务当中 秉持客观公正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方 乌克兰问题有很复杂的 历史经纬跟来龙去脉 而且是欧洲安全的矛盾 长期累积所爆发的 也是这个冷战的思维 还有集团对抗的造成的结果 当前情势之下 我们支持俄乌双方 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和谈 支持到现在谈判达成的 积极的成果 那支持呢 能够让局势赶快来降温 支持俄罗斯以及各方 为防止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来进行努力 从长远来看呢 应该记取的是相关的教训 本着相互尊重安全 不可分割的原则 回应各方的合理安全关键 而且透过是对话谈判 能够建立一些均衡有效 可持续性的欧洲安全的架构 而且还有是欧洲的长治久安 拉夫罗夫与王毅站在山水画前 互碰手肘之意 两人笑容满面 就像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丝毫没有生疏 这是俄乌冲突以来 拉夫罗夫首次访问大陆 也是中俄外交部长首次会晤 俄乌冲突之下 中俄同时面对西方压力 巩固彼此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这次两人会面互相打气 大陆央视新闻报道 两人会谈从中午12点50分左右 开始持续约一个半小时 拉夫罗夫通报俄乌谈判情况 表示俄方致力于紧张局势降温 将继续与乌克兰进行和谈 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 王毅则表示 中俄双边关系历经考验更加稳固 当前形势下 我们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 继续和谈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在会后访问 拉夫罗夫指出 对于这次会谈感到相当满意 而就在王毅和拉夫罗夫会晤之前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强调中俄合作没有上线 中俄合作无上线 我们争取和平无上线 维护安全无上线 反对霸权无上线 这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还有一个观察重点 就是王毅选择安徽屯西 作为会议地点 因为屯西是大陆著名 世界遗产黄山的所在地 当地群风会吹 以其实其松著名 银克松象征大陆胸怀宽广 广结朋友 另外安徽也有 无灰不成商的美名 展现大陆的包容开放 而就在中俄在安徽 会晤互相确认共事之后 两人也将分头巩固盟友 印度实际上从美国那儿 拿到了不少的利益 但是这种合作呢 它是远远的低于 就是或者说是不能取代 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 这种方法合作的 拉夫罗夫下一站将前往印度 印度媒体报道指出 在拉夫罗夫访问期间 二印将讨论在西方的制裁下 印度如何向俄罗斯支付原油 以及武器采购的款项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总理李克强 则是将与欧盟举行 第23次中欧峰会 预计在4月1号 以视讯方式进行 这两场会议将展现 中俄联手 对抗西方的重要关键 记者张力报道 美国背书印太战略 因为印度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跟美国起了冲突 反而跟大陆的关系解冻 这时候美国又来挑事了吗 的确来看到中俄的 这个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中印两军的 举行第15轮的军长级会谈 美国助理防长 叫做拉特拉 他就特别说 印度在印中实控线 面对来自中国大陆 严峻的形势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 当地的事态 对此来看到 大陆国防部犯人吴谦 他就说了 说中印边界的问题 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 双方一致的同意 要透过双边对话 妥善处理有关边界的事态 不需要第三方来插手 双方一致同意 继续保持西段地区 一线的安全与稳定 继续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的对话 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印边界问题 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 双方一致同意 通过双边对话 妥善处理有关边境事态 不需要第三方来插手 难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